妹妹 喔喔喔喔喔喔 很美人喔 穿涼妆喔 很美人喔 快點來 嗚嗚 哇 咦妳這裡為什麼有一個黑洞 不定啊 黑黑 不會拍到臉 這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小孩子 羊水真的很多 先生过来一下 我跟解释一下我的担心 通常我们小孩子是小便 然后蜜药道系统 现前的话 他就会羊水量正常 那我先看小孩子的大小 我觉得 依照我以前 处理那个 家医那个四十五岁孩子过世 我建议他两个礼拜提早生 因为早点漏代 早点漏代为安 三十周又两天 现在三十周 好像三十一了吧 我这两次哦 好像是三十一点三 三十一周又三天没错 大小是OK 那通常 羊水这么多 比较担心的是 他的蜜药道太屌了啦 这我们叫做RPMD 就是说 圣食子的系统 他现在胎胃症了 所以可以考虑自然产 你要自然产 还剖产 我剖产 我剖产 我来看一下他的肾脏 我来看一下他的肾脏 小子很大大大 我要看他肾脏不好看 在这里 这是他的尿 膀胱 刘医师刚刚说是三十二周 要做一种什么超音波浩 高神寺 对啊 他如果看到有什么问题 你就赶快让他生一生 他说下星期三 三十一周又五天 这个小子大小其实是很OK 只是说 这个是肝脏嘛 这是膀胱 可是看起来 他既然这里膀胱有小便 应该是没问题啊 这是尿啊 这是心脏啊 他现在重量是多重 我刚才有算出来 我再算一次给你看 要抬动门